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背后的现实逻辑 我们要讲解的郭姐的故事 出自《史记》里的游侠列传 这篇传记专门记载了汉代的三个平民侠客 朱家 巨梦和郭姐 游侠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 像汉高祖时期的朱家 把全部家产都用来搭救别人 却避而不见想报答他的人 而太尉周亚夫带兵平定七国之乱时 听说游侠巨梦没有和叛军合作 高兴地说 吴楚等国不知道求助巨梦 看来是成不了事 就是说大侠巨梦不点头 汉军就会父辈受敌 甚至周亚夫都会被暗杀 列传的大部分篇幅 主要讲一个叫郭姐的游侠 姐是解放的姐 词源给这个字的注音是血 咱们还是按姐来读 司马迁应该亲眼见过他 说郭姐相貌平平 语不惊人 身材短小惊汉 郭姐的性格残忍阴狠 年轻的时候 常因为小事就动怒杀人 她为朋友报仇不惜冒性命风险 郭姐行事无法无天 抢劫盗墓 藏匿罪犯 铸造假币 什么都敢干 司马迁显然很精准 特意提到一个细节 郭姐不饮酒 也就是说 她行凶犯案的时候 始终是冷静的 郭姐年纪大了以后 就把狠毒手段收了起来 开始带人恭敬有礼 以德抱怨 抚慰继困的时候 也不图报 因为她为人办事 尽心竭力 信守承诺 人们都争着为她效力 她姐姐的儿子 仗势欺人被杀 凶手跑了 姐姐就把尸体丢在路上 羞辱郭姐说 你这么讲义气 却不能为外甥报仇 她姐姐这么不好惹 也有原因 这姐弟俩是侠二代 他们的父亲 就是因为做游侠 被朝廷诛杀的 后来 那个凶手扛不住 自己送上门来 郭姐却说 你应该杀她 是我外甥没理 放她走了 这样一来 投靠郭姐的人更多了 当郭姐被流放 因为杀人外逃的时候 天下人争相窝藏她 后来 有一个儒生贬低郭姐 被她的门客所杀 割了舌头 郭姐其实不知情 但御事大夫公孙红说 以平民身份玩弄权术 致人死命时 自己都不知道 这比亲手杀人还严重 立主判了郭姐死刑 郭姐虽然死了 但崇尚豪侠始终是 汉代的精神风貌 有迹象表明 直到东汉时期 游侠仍是地方上的 强势集团 在和皇权与法律进行抗衡 游侠风气和汉代的 特殊社会结构有关 在汉代 除了皇室 诸王 贵族官员和平民 奴婢这类阶层次 社会中还存在着 强大的豪族势力 他们来自战国时期的 王族后裔 汉朝皇族和外戚家族 官僚家族 这几类家族 虽然参与政权 但也有独立于皇权的 私人利益 豪族也包括富商家族 他们能通过财富 左右其他人的生活 按照历史研究者的划分 最特别的豪族是游侠 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来自暴力强制 在汉代 多数游侠出身低微 所以也叫不一之侠 但是他们并不是个体 而是形成了 有势力范围的暴力集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就看看郭姐的故事 当年汉武帝曾下令 千禧茂陵的富豪 郭姐也名列其中 大将军魏清上奏说 郭姐是穷人 不需要流放 武帝回答 能让你亲自向我说情 可见他不穷 果然 郭姐搬家时 当地人送了上千万钱给他 超过了千禧家产标准的好几倍 等于是整个豪族和民间 都在和皇帝叫板 此时连太子都能杀的汉武帝 也只能忍耐 游侠的能量高低 主要看他的江湖名誉 小的游侠 影响力在生活区域的附近 而郭姐这样 明动天下的大侠 能办成王侯都办不到的事 说到这儿 你也就能区分 游侠和刺客的区别了 刺客是单打独斗的个体 而游侠形成的暴力集团 则为武侠世界里的江湖概念 奠定着基础 不过 这里有一个问题 平民出身的侠客 凭什么能超越权贵 统治江湖呢 郭姐的故事 给了我们理解这种变化的一个入口 这就要说到 郭姐身上的一个重要特质了 守信 信字 按古人的猜字法 就是人言不期 说话算话 形容侠客 有一句话叫 众然诺 轻生死 就是 信守诺言 比生命重要 不同时代的侠客 忠孝仁义的标准经常浮动 唯独这条始终一致 那么 对侠客来说 诺言已经识过境迁 或者是 在信息错误的情况下 做的承诺也要遵守吗 香港黑帮电影里 有句经典的反派台词 出来混 要讲信用 说杀你全家 就一定杀你全家 这句话既凶狠 又透出一次黑色幽默 还引出了一个道德问题 不合乎正义的誓言 也要遵守吗 对郭姐这些优侠来说 即使这样 也都要遵守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里 看到这样的情节 侠客因为自己的誓言 被逼得束手无策 要做本心不愿意做的事 不能守认仇人或恶人 在诺言和正义 无法调和的时候 侠客甚至会选择死 也就是说 守信压倒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快意恩仇和主持正义 在侠客守则里 占有最高优先级 这正是侠客的信 和主流道德的不同之处 在儒家道德体系里 信必须基于仁义前提 不分是非的信 是小人之间 在现代社会 信用基于合法的前提 内容违法的合约 是无效的 有了这么一种 跟主流道德观念 有区别的价值观 有别于主流社会的江湖概念 就浮出水面了 在武侠故事里 侠客把守信表现得激动人心 表面看不合逻辑 可是换个角度看 这非常符合 这个群体的长远利益 在社会学家眼里 江湖这种现象 称为秘密社会 它不是与世隔绝的封闭团体 而是散漫的存在于 社会大系统里的小系统 只要是社会 就会发生交换合作关系 需要建立条件矛盾的秩序 不成文的江湖规矩 靠什么保证呢 就是信用建立的信任 按司马迁的话 叫相与信为任 同是非为侠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 社会控制的要素 是在信任关系中建立的 信任为人的行为赋予确定性 在形成社会习俗 互利合作的过程里 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个人展示自己是可信的 接受和交换信用 是在强化自己的社会关系 很多社会资源 比如货币 都是信任的具体形式 信任预期消失 币值就会崩盘 没有权力核心的江湖 更是要靠信任运转 我们还拿郭姐为例 你看 当人们走投无路 求告无门的时候 只要郭姐答应帮你 就算牺牲性命 他也一定做到 杀了他的亲外甥的人 只要他说不追究了 就不用怕报复 甚至不用担心官府 另一面就是 他发誓要杀谁全家 那这人麻烦大了 会让统代千军万马的将军 都感到不安 这就让郭姐的许诺 等同于巨大利益 这就是信任 或者说信用 形成的预期力量 因此守信 也就成了江湖第一法则 门客对郭姐的信任 甚至能转化成信仰 这个现象 经过传播放大 就会让一个无财无势的平民 在信息不畅的年代 拥有连皇帝都头疼的权威 所以 大侠们想要建立权威 充当保护人或调停人 就得通过众染诺 轻生死的名声 获得整个江湖的承认 他们轻视钱财 因为钱财调解不了江湖恩怨 名誉的信用度 才是硬通货 所以我们也就能知道 为什么对侠客来说 信守诺言和江湖规矩 比诺言和规矩的内容 还重要 最后 我也要通过郭姐之死 跟你聊聊 江湖跟主流社会的关系 有这么一股强大的 不受控制的力量 朝廷肯定会寝食难安 所以 打击游侠 削弱豪族 向来是朝廷的一贯主张 只不过 在汉代 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很难下手 比如像前面说的 大将周亚夫 他就是与游侠 有着异对力 异互助的关系 为什么呢 他的父亲 是开国名将 丞相周伯 属于因军功受奉的豪族 这种豪族 拥有家传的爵位和领地 当然要结交 能影响地方社会的游侠 加强自己的管辖能力 和游侠没有什么利益关联的儒生 就一心一意的 服从皇帝利益 比如推动朝廷除掉郭姐的公孙宏 他还向武帝献祭 禁止民间携带弓弩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这条策略受到阻挠 并没有实施 这也足以体现 江湖与朝廷的复杂关系 可以说 朝廷有打击之心 但江湖有生存之道 江湖与朝廷关系交织 动态平衡 各得其道 人们常说 水智清则无鱼 其实社会也是如此 太过整齐划一 会损失掉很多特立独行的人物 很多动人心魄的传奇 为你留一个讨论题 社会学者发现 信任可以简化很多复杂的社会活动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有什么好的例子吗 好 下一回 我们将会进入 绚丽多彩的盛堂 我们将会进入 李宗盛 我们将会进入 我们将会进入 优优独行 我们将会进入